大家好 今天是6月2日星期三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加拿大累计确诊138万 安省连续三天新增低于1000例 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止至2021年6月2日上午11点 安省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新增病例733例 魁省新增288例 安省已经连续三天新增病例低于1000例 周二报告的658例 是自去年10月以来的单日新增最低值 目前安省的阳性率已经降至2.8% 传染率和住院人数均有所下降 截至6月2日 加拿大累计确诊病例138.4万例 累计死亡人数25596人 加拿大启动新冠疫苗伤害赔偿计划 根据CTV报道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勇施 于6月1日宣布 启动全国性的新冠疫苗伤害赔偿计划 那些在加拿大接种过 经卫生部批准的新冠疫苗 并产生了严重不良反应的人士 都可以申请并获得相应的赔偿 这项新冠疫苗伤害赔偿计划 是针对2020年12月8日当天或之后 在加拿大接种过经卫生部批准的新冠疫苗 并造成了严重和永久伤害的人士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 并非所有接种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的人都可以申请赔偿 必须要经历威胁生命或改变身体的损伤 可能需要住院治疗或延长现有的住院时间 甚至造成残疾或死亡 对于接种疫苗之后死亡的人士 家属也将获得赔偿金 可能包括收入补偿 受伤赔偿 包括相葬费在内的补助金 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费用 卫生局数据显示 在加拿大人中出现接种新冠疫苗后 严重不良反应的几率非常低 大概不到百万分之一 截至至5月21日 加拿大共有5989例 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不良事件的报告 占接种总数的0.029% 截至上周 加拿大共有20多例 与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有关的血栓病例 其中5人死亡 另有14例正在调查中 23年才能攒够首付 特鲁多承诺降低住房成本 根据CTV报道 6月1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在接受加拿大市政联合会的采访时表示 联邦政府将提供支持和资源 以解决高昂的住房成本问题 特鲁多指出 过高的房价正在为年轻一代 和中产阶级家庭带来危机 由于疫情期间 更多人选择居家工作 导致加拿大人寻求更大的居住空间 而低利率和供不应求的房市 推动着全国的住房成本不断上涨 特鲁多强调说 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 想要拥有一套住房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 一个普通家庭想要在多伦多买房 可能需要280个月 也就是23年04个月才能够攒够首付 特鲁多在接受加拿大市政联合会的采访时 他坦言说 年轻人面临的根本就不算是住房问题 而是住房危机 这一代加拿大人开始组建家庭 开始他们的生活 但却没有像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那样 获得第一套住房的机会 这样的情况急需改变 特鲁多承诺说 联邦政府将寻求方法改变现状 但仅仅只是依靠联邦政府 是无法冷却房市的 需要与各级政府相互配合 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以缓解人们对住房负担能力的担忧 在联邦政府今年公布的预算案中 提议斥资数十亿家园 来增加经济试用房的供应 并将其视为是降低房市整体价格的一种方式 联邦政府还承诺将对外国房主 征收1%的房屋空置税 但该措施的有效性遭到了专家质疑 6月1日起实施更严格压力测试 购买力下跌4% 根据CBC报道 从6月1日起 加拿大购房者将命令 更为严格的抵押贷款压力测试 这意味着购房者的购买力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在6月1日以前 任何首付超过20%的无保险抵押贷款申请者 需参照比银行提供利率高2% 或4.79%利率 以较高利率为准 来证明自己有能力支付抵押贷款 而现在 新政策调整之后 则是参照高于合同利率2% 或5.25%利率 以较高利率为准 对于那些购买保险 首付低于20%的贷款申请者而言 该政策同样有效 根据利率比较网站的计算 更严格的贷款压力测试 将使借款人的理论购买力 下降超过4% 比如说 一个年收入10万加元的购房者 首付20% 五年期固定利率1.78% 贷款期限30年 在此前4.79%的利率下 将有资格购买65.1万加元的房屋 而在现在5.25%的新政策下 最高只能购买61.8万加元的房屋 比某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波特 同样也认为 新政策可能会使那些 接近借贷上限的人 购买力下降4%至5% 但波特认为 这样的改变对房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可能也不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太大影响 据悉 加拿大银行警管机构在今年5月时宣布了这一改变 其目的就是为了遏制当前过热的房市 目前房市已经呈现出一些降温迹象 根据加拿大地产协会的数据显示 加拿大的房屋销售速度从4月份开始放缓 与3月份创纪录的数据相比 4月份的数据环比下跌了12.5% 加拿大几大主要城市也出现了房市放缓的现象 多伦多4月份平均房价为109.1万加元 与3月份的109.7万加元相比 环比略微下跌 中国香港地产商表示 接种疫苗抽奖送一套房 根据《环球时报》报道 为了鼓励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全球各地的政府、企业也是操碎了心 近一个月来纷纷推出奖励措施 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于5月31日推出了疫苗激励计划 让中奖家庭一年内可以无限次的免费乘坐旗下航班 美国多州政府则推出了打疫苗送彩票活动 参与者有望赢得百万美元巨款 在中国香港 则是有地产商拿出了一套价值千万港元的住宅 作为疫苗的抽奖礼物 引发了全程轰动 在澳大利亚 民众接种疫苗的意愿并不高 截止至5月30日 这个人口超过2500万的国家 共计接种了约421万剂新冠疫苗 但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人数不足50万人 约占其总人口的2%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澳大利亚航空首席执行官艾伦 于5月31日宣布 澳航将在7月推出10个超级大奖 给接种疫苗的4口之家 中奖者可以在一年内 无限制的乘坐澳航和澳航旗下的 捷新航空航班 美国是全球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 截止至当地时间5月30日 全美已经接种了近2.95亿次新冠疫苗 有1.35亿人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 占总人口的40.7% 目前美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已经明显下降 但各州政府仍然希望 能够进一步地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 根据美国有新电视新闻网报道 俄亥俄州自5月12日起 推出了疫苗彩票 每逢周三抽出一名 已经接种过疫苗的成年民众 奖励其100万美元 而青少年则有望获得全额奖学金 该活动吸引了270万成年人 以及10万青少年参与 活动推出之后 俄亥俄州的16岁以上 首次接种疫苗的人数 在一周内增加了33% 纽约州长也同样效仿了疫苗彩票的做法 在5月24日至28日期间 接种新冠疫苗的成年人 都有资格免费获得一张价值20美元的彩票 奖金总额可达500万美元 在中国香港 目前香港本地新增确诊病例 已经连续多日清零 第四波疫情基本宣告完结 但医学专家提醒说 只有提升疫苗接种率 才能够抑制疫情卷土重来 虽然香港并不缺疫苗 但接种率也不算高 截止至6月1日 有约138万香港市民 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约占香港16岁以上人口的21% 在此情况下 近期香港各界纷纷推出了鼓励措施 特区政府5月31日宣布 政府雇员每接种一剂疫苗 可在接种后享有疫苗假期一天 同一天港铁宣布将送出500张全年车票 车票持有人可于一年内 无限次承搭港铁本地车程 香港的一家地产商则表示 将会提供一套449平方尺 价值1080万港元的住宅 共已接种新冠疫苗的香港永久居民抽奖 而持有香港身份证的非永久居民 也有机会赢得20个10万港元的 信用卡免还款额度奖 香港机场管理局5月26日晚表示 将以抽奖的形式 向已接种过疫苗的香港居民和机场员工 送出6万张机票 其中5万张将送给9月底前 接种疫苗的香港居民 1万张将送给9月底前 接种疫苗的机场员工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